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教育视频 我是老师 今天老师要和大家分享 五年级设计与工艺的 动手制作储水种植箱 所以在选择了你们的设计草图之后 接下来就是准备材料和工具 然后我们动手制作 先来看看这个草图 所以这个储水种植箱长的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我们来分辨它是需要使用什么材料 第一个就是洗蔬菜的沥水栏 第二个,这个是PVC管 这个就是铁丝和泡沫塑料 这个泡沫塑料就是保利笼 接下来这个是纱布和橡皮筋 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塑料桶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一片是碎布和树楞板 至于树楞板是什么 等一下老师会给你们看的 这边转了一个小孔之后 我们就需要使用纱布和胶布把它固定 那说完的材料之后 我们来说一说制作这一个除水种植系统 需要什么工具 我们需要钢卷尺 卡尺 剪刀 手工刀 记号笔 然后最后是电钻 说出能替代电钻的工具 其实要替代这个电钻呢 我们只需要拿钳子 拿一根铁钉 把它夹住 用打火机 把铁钉烧热了之后 就可以在塑料桶上面 钻一个小孔 好 同学们 请大家翻开第88页 我们继续 在材料和工具都准备就绪之后 我们就可以制作除水种植箱的 那么除水种植箱呢 那其实是有三个主要的部分的 第一个部分就是 毛细空间 再来是机制空间 最后就是除水槽 我们在切割前 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 可能我们需要用这个卡尺来测量 要在什么地方进行切割 在进行这种project的时候 同学们要随时记得的就是 测量的时间 我们要拉长一点 不要急着切 先好好的测量 确保准确之后 我们才进行切割 因为切割了之后 你是不可能再修补的了 硕认板必须要切割出 两个洞口 第一个洞口就是放这个沥水栏的 第二个洞口就是放PVC管的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刀片来 切割这个束刃板 好那话不多说 我们转换一个平台 老师现在展示给大家 如何制作这一个 储水种植系统 好的同学 我们现在进入这一个 制作储水种植系统的 这个步骤 其实老师的工具和材料 也是不完整的 所以老师也只能够说 大概的和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东西应该是要怎么做的啦 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先测量一下这个束刃板 如果要放进这个塑料水桶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有多大的这个面积啊 当然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直接就从这个水桶的最上面这一边 画出一个大概的大小 然后剪了之后就放进去的 因为如果你最上面的那一个面积是最大的 所以老师会建议你们从最小的这一边开始画 画了一个圆圈之后 然后我们大概再从那一边稍微扩大一点 然后我们再 我们是做一步算一步啦 好的同学 老师已经画了一个圆圈 那么背上这个圆圈 老师会在外面再稍微扩大一点点 如果不是的话 你画这样大的圆圈 你一放就到桶的底下了 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我们尝试 把这个圆圈 从束刃板这一边切下来 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大致上算是圆的束刃板 我们来尝试把它放在水桶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比上面小的 但是呢 我放进去的时候 它又不会因为这样而沉到最底下 当然这个圆圈我是有稍微划大一点了的 那为的就是 等一下如果需要再割小它 要adjust它的时候 还是没有问题的啦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啊 那下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放碎布在这个旁边这一边 我们等一下可以剪碎布 放在这个旁边 塞住它让它固定在那边不会动来动去啦 之后呢 就要在这个束刃板的中间 割一个孔 当然也不能够完全割这样大啊 不然你放这个篮子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沉到底下去 所以我们也是要自己adjust它的大小啦 老师就决定在这两个圆的中间割一个圆 那么它就不会完全掉下去啦 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我把这个篮子放下去 它就会完全下到最底下啦 这样子 OK 那至于老师为什么会使用这个笔筒 是因为我找不到更小的沥水篮了 这一边等下老师就会用那个电钻来打孔啦 如果你们找到更小的沥水篮 那恭喜你啦 老师是找不到 所以只好用笔筒了 好同学们 第二个方法就显得简单很多啦 拿那个钳子 夹着铁钉 然后你用打火机把它烧热 烧热了之后 你就在这边打孔 那同样的等下在塑料筒那边打孔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啊 所以你们就不需要用到什么电钻了 这边放了这个篮子之后 我们还要准备什么呢 这边需要打一个孔 来放PVC管 OK 所以也是一样 我们用那个奇异笔 画出它的形状来 那边摇取了 来 就个字幕在里面 这边就回来了 好 对 不然 还是 我回来 你回来 我回来 你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水味剂 所以就准备这一个保零笼 就是泡沫塑料 这里有一个球 我看到草图有一个球 所以我随便拿了一个孩子的玩具 做好之后还给他们 再来还有铁石 现在我们尝试制作 来吧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 这泡沫塑料就有点太大了 所以要把它给切小 我们用点子把这个保利桶 这样子就可以顺着 我们用一个皮皮管 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把它放到尽头了 这个多出来的地方 我们就放一个球 这个球好像不是很合适 有点太重了 应该用轻的东西 譬如说像这样的 这种轻的 你才能够看到它随着你浇水进去的时候 它会浮上来 好同学 接下来就是 制作除水种植系统的最后一个步骤了 也就是在这一个 孔的旁边 钻一个溢水孔 那么 课文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溢水孔到底是要在溢水栏之上 还是溢水栏之下呢 老师认为就是要在那一个缩冷板的下面 因为那个水它装到缩冷板的极限的时候 它就会从那边溢出那个水来 所以它才叫做溢水孔 那么没有电钻的同学 你们就可以使用铁钉 然后 钳子钳着铁钉 用打火机烧热之后 然后就在这个桶这一边 钻一个孔 我们把孔钻好了之后 是不是需要用纱布和胶纸把它粘起来的 老师其实就是没有纱布哦 所以老师使用的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baby wipes 所以你拿这个baby wipes 剪一小片下来 然后再使用这个胶纸把它粘起来 折住那个溢水孔 那今天的project就是大功告成啦 ok 这个地方是最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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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